大家好,我是孫雲,歡迎收看三分鐘視頻 今天點題是高息股發威 講講港股情況,今天港股反覆偏遠 早段都升過下,只不過無以為計,最後全日反覆回落,要跌成160點收市 收25231點,成交保持超過1127億元 今天市場能夠做好,多得高息股,包括銀行股,內銀發威 建行升0.6%,領展更加強,升1.3%,成為上升動力 只不過中海油跌成5.9%,拖累的市回軟,加上內地的電訊股普遍走低 拖累的市最終跌回86點收市 講回整個市情勢,今天的市曾經升過下,最後都要跌 走勢就一般,看金揚足圖出現所謂什麼,就是穿頭破腳的走勢 看情況,行申指數暫時未見到明顯的上升趨勢 反之然繼續整固可能性大,因為疫情發展仍未見到明顯的受控 特別是歐美方面,中國方面好了很多 最近確診人數每日新增來講,通常不足100個 但是歐美越來越嚴重,意大利已經超過1萬宗 而且很多大家很關注的活動都受到影響 好像奧運現在最新消息可能會延期一至兩年舉行 今年的冬境奧運,至於足球比賽也有很多閉門作賽 或者空場作賽,甚至可能會取消 例如意大利加聯賽已經取消,疫情越來越影響到民生 或者令一般民眾越來越感受到新冠肺炎的衝擊 在這種情況下,對整個市場的氣氛一定是有影響 所以歐美股市最近相信仍然會反覆不見一個明顯的聲勢 因為隨著政府措施救下,大跌會有舒緩的作用 但疫情一直在發酵,相信沒有什麼動力 所以估計好像最近大幅波動上上落落 恆生指數也是這樣的情況,都會這樣 反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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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估計都是未來短時間繼續這樣 只不過在整個市場表現反覆,屁股不定的同時 有一類股份可望跑出,怎樣提及那幾個字 就是高息股發揮,其實今天的高息股表現相對威衰 剛才說的,建行升0.6%,逆市上升 令錢更加強,其他相對高息股份都有優於大跌的表現 原因相信有兩個,第一個就是 剛才提及過,疫情發展一直在發酵,一直朝不利的方向走 在這種情況之下,各國的央行政府都不斷出手做事 特別是央行,已經越出越多招 先是美國聯儲局已經出了招,減半厘 然後連續加拿大又減半厘,美國加拿大出了招 到今天英倫銀行,英國央行也出招,減0.5厘息 由0.75%減到0.25 可見央行就不斷減減,用寬鬆政策去提振經濟 現在另一個市場人士期待會減減的就是歐央行 明天就開會了,歐央行的老闆拉加德已經說到會減減 歐央行的了,講到會用很多工具來刺激經濟市場預期 他都會從減息方面掌握,雖然息口已經是負利率 可能透過QE方面做實際的減息行動出來 所以在這種情況之下,全球央行 一直超寬鬆,超低息政策肯定會持續 這對高息股肯定是一個有利的刺激作用 另一個值得說的是,在這樣的環境之下 資金很明顯都是在賺高息股去買 特別是哪一類資金呢?就是北水 北水這段時間持續吸納港股 但是3月10日,即昨天已經有83.6億港元 就買了香港的股票 過去一個月,流入香港的錢都不少 700億這麼多 而這些錢大部分是買什麼股票呢? 就是買所謂內地叫高分紅的股票 或者香港叫做高派息,或者高息股 就是他們主要吸納的對象 所以在環球,寬鬆政策,以至北水不斷買的情況之下 相信高息股在未來這段時間,持續會有好的變 所以在這樣的情況之下,今天的節目就和大家看看 幾類高息股的情況 第一類,高息股要提一下就是來銀股 來銀股這麼多一隻 其中一隻可以和大家說一下就是建行 建行走勢相對強,見到你走勢 今天是一度升穿五十天線 他的走勢比公行、農行、中行都好 以四大行來說是首選的,走勢是強的 如果大家對高息股有興趣 如果對高息股有興趣,建行可以首選的 另一類高息股就是防托股 雖然領展不算是最高息的防托股 其他有好幾隻都被他高息 但是輪到技術走勢是相對強的 見到就已經突破了下降軌 綠色線這條 以至之前這個高位反彈高點 這兩天已經穿上去 換言之,已經初步扭轉 一浪低於一浪的走勢 而出現一浪高於一浪的情況 雖然出現這條走勢不算很長 剛剛出現一次,不能夠當作長期的走勢 但是出現了好的兆頭 值得大家留意 同樣高息的包括內房股 內房股普遍有四五離息 其中走勢是比較帥仔的一隻 值得大家看一看 看到已經短期上升軌,而且一度升穿五十天線 至於另一類高息股,剛才提過的 就是內地的電訊股 但是走勢比較弱 幾隻今天正在做低位 所以暫時如果大家想撐高息股 中國電訊股就不要看著 因為估計短期內仍然會向下沉底 並不在首選 反而香港的公用股就可以留意 而公用股有不同類型 但是很顯然電力股比較強 就包括中電控股 今天升幅1.5% 逆市上升 除了守著五十天線之外 也突破二百五十天線 相當強勢 如果單看中電的股價 八十二.6% 你可能覺得港股好像沒有出現過股災 因為這段時間 一直保持著大概這個位置 八十二.幾% 都算是貼近高的水平 單看中電 你感受不到港股最近跌得這麼淒涼 因為其實一直在做高位 另一種做高位就是港燈SS 這隻不是股 但都可以當作股買 2638港燈SS 看到它也是在做高位 一度破了之前的浪頂 走勢一直反覆向上 八元都穿過 走勢也是帥氣的 如果是高息股 這類的股份 也值得考慮 所以總的來說 如果大家對高息股有興趣 剛才提到的幾隻 都可以視為吸納的首選 好了 講到這裏 時間都差不多了 多謝大家收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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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